我們來看到有關於韓國瑜的荒唐事 為什麼用荒唐事來講 因為他都自己講了 是當年年少輕狂所做的 包括自己講過他當立委的時候都不認真啊 所以他就決定不要再選了 但是面對同樣是他的這個老朋友 立委的同事陳鴻昌對他的這樣的一個說法 他卻說呢要來提告 而現在陳鴻昌當然他也收到了存證信函 所以他就以捲信的方式通知媒體了 陳鴻昌怎麼說 他就說韓國瑜在立法院任內花天酒地是事實 在立法院的幾位是人士喔 真的是人盡皆知 包括媒體也曾公開披露 韓國瑜本人也坦承不會 但如果韓市長希望過去這一段過往 得到法院認證 那他就願意奉陪 好 那麼提到的有關於是不是 這個花天酒地抱女人等等這樣的狀況 我們來看最新的進度是什麼呢 現在呢有關於韓國瑜是不是打麻將 現在民進黨的立委議員林志弘 PO出了這一張照片 這張照片當中其實還有更清楚的 從另外一個角度 可以看得到跟立委許淑華 他們就是利用這個 在巴厘島度假的時候打起麻將 這是什麼時候呢 是今年春節的時候 那時候已經上任了 對於韓國瑜自己成這樣說 我上任之後沒有打過麻將 這是不是瞬間自己秒打臉自己呢 先帶你來看 韓國瑜身穿黃色上衣 一手摸牌一手放在椅子靠背上 他的對面是立委許淑華 四個人同桌打麻將 看得出來每個人都很專注 這地點是在巴厘島的度假村 今年2月4號除夕夜的晚間 11點多的時候 看到韓國瑜市長跟許淑華委員 出現在公共空間 公共空間那邊 現場有三四桌的麻將桌 爆料者他們當時聚會 大概到1點多離開的時候 還看到韓市長 還在進行打麻將的活動 目擊者拍下兩張照片 韓國瑜在巴厘島度假打麻將 8月12號韓國瑜猜在臉書上 說自己擔任市長以來 沒有再打過一場麻將 被質疑 誠信有問題 你們可以在照片 在今天三月份 我們錯了 不只如此 還有媒體人 在戰論節目上爆料 韓國瑜三月份 曾經和朋友唱歌狂歡 手機錄下來的 他們去吃喝玩樂 那天是3月8號 那種場合 我不知道 去過的人一定都知道 通常應該會有女生 但是我沒有很明確的看 媒體人鄭佩芬 收看過朋友提供的影片 在包廂內 韓國瑜和朋友 猜測通常可能有女生做陪 一起唱歌喝酒 但是提供影片的朋友 到底是誰 影片的具體內容又是什麼 鄭佩芬卻不願意再多說 只是他給我看 我就看了這樣子 我也沒有問到底是在哪裡 然後什麼場景 你那時候看到韓國 他那時候是在做的 是在唱歌還是在 我不知道 因為看不清楚 韓國瑜 從打麻將到唱歌喝酒 一再被爆料 過去說是被抹黑 但是現在打麻將有照片流出 儘管是在過年期間 但是韓國瑜說自己當選之後 沒打過麻將 現在是被自己打臉 三里西文高雄 照格報導 好 有關打麻將這件事情 我們剛剛看到了 馬韓國瑜在這個 賓儀館前面不願意回應 那麼透過競選總部 競選總部 他發表的是說什麼呢 他說林志鴻在臉書上 這根本是一場大驚小怪的烏龍爆料 議員也不必看到黑影就開槍 但是呢 我們來看到 剛剛我們也提到了陳鴻昌 那陳鴻昌所講的東西 不是就是打麻將這些事情嗎 那若是如此的話 陳鴻昌為什麼要被開除黨籍呢 我們來看到 現在是不是一個選前先立威 藍營就推了 就黨員行為的規範 嚴重損害黨域就可以開閘 其實第一時間呢 在我們的節目上面 自身媒體人上一副就曾經講過了 因為他這個 就他的了解的話 陳鴻昌好像是因為在 初選的時候是比較請郭台銘 所以現場又有同在這裡啦 所以陳鴻昌是不是因為這樣 所以趕快先開除黨籍 免得等一下這個挺過去不得了 這可不可以不要在這時候掃到我們 對啊 我們這個應該說 我覺得應該說 他是站在小英總統旁邊 講了這句話吧 我現在覺得可能 我那天講過其實這個事情 開不開除黨籍 或者是不是有沒有黨籍處分 我覺得這是國民黨的中常委 或這個中評委他們的責任範圍嘛 那他們一定有一個他們評判的標準啦 那我昨天是聽一些人講說 他覺得說他講的內容 可能不是最需要被 被處理的 但是呢他們認為說可能 是因為跟小英總統在一起 那這可能感覺有點像 在其他的 幫忙補槍 對對對 在其他的這個敵隊陣營的候選人旁邊 然後又對自己黨內同志開槍 所以這感覺上在這個部分 可能比較受到質疑啦 所以我覺得跟國台民黨 倒是沒什麼關係 我覺得這個聯想太多 那但是我就覺得說 其實看了這麼多的爭議 尤其這一兩天啦 不管是這個 陳鴻昌這個主委講的事情 或者發生的這個種種啊 我覺得某種程度是一種困境 就是說其實這個不是選市長 也不是選這個議員立委嘛 其實已經是要選總統 那我相信台灣對於想要選總統的人 其實是會有很多 大家對於這樣的人的一個 一個不管對他個性也好啊 人格也好啊 做很多的檢驗 但我覺得其實韓市長啊 本來他就是一個在這個個性上 很特別的人 因為其實 主委會主委 我真的講這不是講他啦 我是在講我們以前流傳的一個故事啦 那我覺得其實他就是一個 很能夠跟人家打成一片的人 也讓大家覺得說他非常有親和力 那我相信親和力啊 就是吃飯喝酒打麻將啊 我覺得這也是常常的 大家的一些娛樂活動啊 我覺得可能或許也就是在這個部分 會讓人家覺得說他很有親和力 那只是說呢 我覺得這件事情就是必須說 可不可以在國民黨在未來選舉的時候 他能夠把這個焦點能夠轉移出來 變成對於政策上的討論嘛 所以我才講說 郭董事長回來這麼多天 那大家就一直講說要整合整合 一直要叫郭董事長 但是你知道出來 那叫郭董事長出來幫韓市長辯護說 他有沒有喝酒打麻將 這就有點尷尬 是